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觉得为什么大学附近酒店这么多 这个嘛 就是你看 因为毕竟大学生了 他也就是成年了 然后就是吸引心理的需求 然后他们要满足他们的需求 然后周围大学城也这么多 所以他就是供不应求 因为像他们以前都被受限制 然后现在就是既然可以开放了 然后可以就由他们肆意往为的来 不用受家长灌输了 我觉得这样 比如说我们就是喜欢 就是通宵喝酒的话 就希望开个房间 就是如果不想去酒吧的话 就再开个房间这样会比较方便 不会吵到别人 然后也会就是玩得比较好 酒店 可能他们都爱去酒店学习吧 就学习就安静嘛 是吧 过去完了 空调也凉快 完了什么也安静 完了就有助于提高 那个学习 就是能力吧什么的 我去完了 因为我后期不知道 也有点就是了 他们可能在这次 简直辑 我来看看 或失梦 我来 我来